我的命题是 全球趋势对台湾科技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命题 第一个是对全球趋势的预估 预估里面就有一些非确定性 我只能找最大的趋势 我们最有可能的趋势 就这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对台湾科技竞争力的影响 在这边我的重点会在因果关系的分析 要了解未来的影响 我们先要知道今日的现况 我今天讲今日现况 然后说台湾科技业可能面临的三个 最大的挑战跟应变思维 然后给大家一个总结 第一个 刚才谢谢朱认士 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讲说 全球的主流化 大家要知道 过去六十年 全球化是主流经济 我们这一代的人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从小长大就是全球化 台湾是全球化的典型模范生 也是受力者 所以如果全球化有改变的时候 台湾第一个思维是说 全球化怎么改变 我们目前的制高点跟影响力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怎么样朝前部署 在这个六十年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半导体 资讯产业 电脑产业 我们成了全世界的既得利益 变成世界工厂 有完整的供应链 也是台湾主流经济中间的一大部分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跟全球的客户 形成了一种互信的关系 我现在开始讲很多因跟果 那刚才我们讲美国大选 我这边不会赘述 可是很多我讲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因跟果交互为用 我们先讲2009年的金融风暴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 大家回想一下 2009年的金融风暴 低利低通膨 这是我们这辈子 没有见过的情形 延续十年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印钱 全世界的实体经济贫富差大 贫富差距大的时候呢 城乡差距就变大 造成民粹 造成很多保护主义 造成川普 造成台湾目前很多的现象 那我们再把因跟果 往下一步想 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病毒 照朱院士讲 尺寸规模 比2009的金融风暴还要大 低率 低通通的环境 会不会延续 我大胆地预测 会延续最起码十年 意思说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会看到20年的低率 低通膨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贫者欲贫 负者欲负 比如说金融危机 它是由上而下 影响的是高科技 高所得的国家 高收入 高投资的族群 政府印了很多钱 在很短的时间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可是它的连续动作 慢慢影响到投资医院 影响到实际上的利息 跟通膨 跟消费能力 好 我们现在看 新冠肺炎的话 它的尺寸比2009 远远大于它 而且这事情还没结束 在这个情形之下 低率低通膨的环境 会延续多久 对于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 会有多大 在过去十年 我们看到高科技业 我们看到网络平台 跟窄经济 跟高投资 因为公司越来越有钱 它越来越做一些 天马行空的事情 它越做天马行空的事情 华尔街因为钱很多 这是有钱人的游戏 它不断地像Tesla 像Amazon 像阿里巴巴 像这种情形 在未来的十年 它会逐渐地越来越加剧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 尤其年轻的族群 你真的要问自己是 如果你是高收入的 如果你的公司是高收入 你在未来的十年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社会责任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中间呢 我特别在尾巴写了一个 今年全球的GDP预估 大概是-4.9% 可是半导体 最起码成长5% 所以我第一个 第二个大胆的预测是说 高科技产业 高科技产业 在未来十年 会持续地成长 以往 以往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来看呢 GDP跟高科技的成长 大概差一到两个percent 意思说 如果global GDP是三个percent的话 半导体的成长 大概四到五个percent 我大胆地预测 未来十年 半导体跟高科技的成长的 Delta 会超过GDP 超过以往的 那问题是说 在半导体跟电子产业 它多消费的情况之下 谁会获利 怎么去获利 我想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台湾科技业面临的 三个挑战跟应变思维 这个我在半导体协会 我在报章杂志上 我都讲过事情 可是我今天呢 会讲更细节 保护主义 平行世界 远端连接 我们一样一样讲 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分两个思维 第一个是 我们直接讲的 全球化会受我们影响 那大家都不太了解说 全球化里面 台湾的代工产业 代工产业有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 它要能分工 台湾的经济体量太小 如果不分工的话 台湾没有办法 在任何一个 不分工的情况之下 变成世界工厂 第二个 它必须分散 如果集中在美洲 集中在中国 或集中在某一个地区的话呢 台湾就没有这个机会 第三个 要区域平等 当分工 分散 区域平等的大环境 有任何改变 对于台湾代工产业 它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在后疫情时代呢 地缘政治 跟区域性的保护主义 我们这个的变数 我们自己 企业领导人 必须要知道 第二点呢 是我更担心的 想到保护主义的时候 他想到美国 台湾的保护主义 在未来 在过去的十年中 变得非常非常的嚣张 什么叫做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不只是说 我的产品必须在台湾做 或在自己的国家做 当保护主义是说 你在学习环境 人文教育 商业视野上面 自我设限 然后你会形成 小族群自满症 跟多样性的地减 跟排他性 这些都是对长期竞争力 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我很鼓励 风传媒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多对于年轻人 做出最佳长线的教育 保护主义 真的不要怕 中国的保护主义 跟美国的保护主义 你真的要怕的是 台湾的保护主义 台湾的保护主义 绝对不是制造 而是在商业事业 人文教育 跟排他性上面 我们的应变思维 台湾有非常良好的 科技制造链 我们的制高点非常强 可是我们必须学习 和多元市场 主导者 多元市场跟主导者 台湾第一个 没有多元市场 第二个 没有主导者 台湾的经济体量 不适合做多元 不适合做主导者 所以台湾 跟全世界的共生关系 symbiosis 一定要做出来 我常常听到业界人说 我们就一条龙 我们从waver 晶圆全部做完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因为当你跟全世界的 共生体系脱钩的时候 你不需要别人 别人就不需要你 把夫妻中间的关系 仔细想清楚 你就了解台湾代工业 它成功的法则在哪里 第二件事 很多人一直问我说 保护主义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能回答说 丛林法则永远不会改变 意思就是说 任何的保护主义 任何的保护主义 都是短暂的 到最后 一定是 marry based competition 可是 未来的竞争 将会更会复杂 尤其在短线 那我们刚刚讲了说 川普当选 川普不当选 拜登不当选 这些事情其实真的不重要 因为保护主义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time scale 它时间轴 是用十年二十年来判断 这个局势已经成了 贫富差距局势已经成了 低利率低通膨的局势已经成了 任何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我们必须要承受 这个大趋势的后果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的丛林法则在哪里 你对于未来竞争的landscape 你怎么去抓这件事情 如果你相信说 未来的局势十年以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怎么去准备它 那企业的领导人 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不要去问你的员工 先问问你自己 你在做什么准备 那多半的企业领导人 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办法给你很好的答复 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跟保护主义 实际上是原出一辙 可是想到更细腻 如果有保护主义的时候 因为贫富差距 因为大家自保 因为大家没有钱了 所以大家必须在 现有的情况之下 求最佳的生存情况 在这个情形会形成平行世界 所以中国 美国 跟未来 欧洲 可能 印度 它会形成多个平行世界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真的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是在全世界单一标准下 我们是大赢家 当全世界的标准分成两个 三个 四个 法尊 规格 要求 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在台湾 我们以台湾为主 中国大陆制造为辅 美国为商业基地 这个经验法则 过去六十年 在座的诸位 都是这一个世界的大赢家 那如果说突然之间 你要到欧洲去 你要到印度去 做生产 做制造 做法尊 请问你 Are you prepared? 那如果 If you're not prepared 你有没有团队 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目前的制高点 如果是全世界第一名 二十年以后 你要维持全世界的第一名 你必须了解 未来十年的二十年 它的情境是什么样子 台湾在整体实力跟弹性 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不是说我讲的 都是台湾不好 台湾非常好 只是说台湾在好的时候 是既得利益 在我们经验法则之下 那如果这个世界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去想 包括我们的定价策略 包括我们的服务系统 包括我们在各地生根 比如说我问我的团队 谁要去印度 就没有人举手 要开始让他们举手 远端连结 远端连结实际上 跟COVID-19是有影响的 可是跟我讲的 其他低利率 低东棚 高投资也是因果关系 如果远端连结 是未来的New Norm 是被接受的事情 比如说我已经 九个月在台湾了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我能九个月在台湾 我就可以十九个月在台湾 如果我们都在台湾的话 请问你这个发生什么情况 台湾一直是亚太枢纽 你不要去听别人喊亚太枢纽 做生意的我们真的知道 台湾是亚太枢纽 为什么 所有的客人最喜欢来的地方 就是台湾 人情会最浓 东西最好 东西又最便宜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到了台湾 北中南 几天之内 该看的客人都可以看到 而且工程师 采购 来台湾的时候呢 都会研究 制成材料改变 最难的火花 鸡档 在台湾可以做 你要跑印度一趟 非常辛苦 跑中国大陆非常辛苦 那欧洲不做这件事情 美国人的话太广 你要花两个礼拜 你才能走完地方 所以台湾实际上 像一个大的戏骨 占了极大的优势 那如果以后 做远端连结 请问人不来了 没有办法 工程师面对面的几天 做deep dive的火花鸡档 台湾占的制成材料 设计的优势 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对这个事情 我非常非常紧张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台湾的语言能力 不是世界最强的 英国人的语言能力 比我们强太多 因为我们在电话上 去跟印度人吵架 永远吵输 可是台湾呢 我们有热情 你只要一过来 一个拥抱 两杯啤酒 夜市跑一跑 每个订单都拿得到 可是如果是远端连结 你怎么去拥抱 你怎么去喝啤酒 是花针 所以这个情形 台湾真的有危机 大家要有危机意识 所以我们的应变思维 远端的掌控能力 包括情境 包括人文 包括situation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你怎么样去做 Divine and Conquer 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温良恭敬 让世代夫不教的东西 印度人非常厉害 所以大家去看看 印度人怎么做生意 从他们中间 可以学习到远端连结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全世界 最advanced的远端连结 好 这样总结 危机就是转机 全世界的人呢 面对同样的挑战 台湾有一定的制高点 也有一定的劣势 我常常跟大家讲 台湾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经济体非常小 我们没有品牌 没有市场主导者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品牌 你没有市场主导的能力 你就像细导的瑞士 你是永远中立 我永远帮我的客人 在最短的时间 做最好的quality 做最快的ramp 做最便宜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 你形成了一个 非常奇特的共生体系 所以中国没有办法 做台湾这个角色 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太大 当人家去帮助中国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会想 有一天等你变强大的时候 你会反扑 美国对中国的抵抗 就是从这边来 所以台湾占了优势 占了劣势 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 大局势的转变当中 我们去做朝前部署 那第二个 政府政策 全世界都把高科技 半导体视为国安国防 在人才竞争 税力竞争 减免投资 企业并购 在各个方面呢 他们都有一套法律 来鼓励这件事情 那我经常跟政府抱怨 说政府法律不对 其实人心自问 不是政府的法律不对 而是政府的时间性 跟企业的需求有差别 因为高科技呢 它走在全世界竞争的前面 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 说你们做很大的企业 你的视野非常好 你看到的事情是别人看不到 你占了优势 那我就冷冷地回答一句话 我的视野非常好 可是没有空气 我在这边 我待一秒钟都非常痛苦 没有人能了解 当我视野非常好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呼吸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你站在全世界第一的制高点 那个压力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压力 所以企业界如何跟政府在时间差 在实际上的需求 做出一些权宜之计 这个是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 人才培育 科技业一定是以为人才为本 实际上各行各业都以人才为本 人才的需要不同 我经常面临大家的时候 我们需要电机器 机械器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大家扪心自问 有多少人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 今天用到的 不到五个 百分之九十的人 或者是更高的人 你在大学学的东西 实际上都没有用 大学是给你一个人文环境 让你了解你的弹性在哪里 你的EQ 你的人文素养 你的团体生活 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优势 劣势 怎么样去呼朋引伴 做众人之事 这是大学的教育 他真正的资本的教育 真正实际上的职财的教育 必须在业界里面直接学 那我又问政府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当企业界走在 全世界的竞争的前面 请问你 有哪一个大学教授 知道我在做什么 日月光 十八栋 灯 自动工厂 智慧工厂 请问你 有哪一个学校 有哪一个教授 有哪个研究生 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人才培育呢 各行各业都需要 可是你要培养 基本的人才 基本的人才在台湾 所欲 数理 不够 那这些基本的培育 跟我们大学的素质 大家自己扪心自问 我们够不够 科技化的愿景 我的愿景呢 很宏观 台湾 目前 是 摩尔定律 优势的既得利益 我们有很好的制高点 巩固 上下游 垂直 全部都有 共生关系有 经济规模有 所以 我们是 最应该赢的 一个产业 在台湾 那接下来就是说 大家想 如果未来几年 半导体跟高科技的成长 会超过GDP 三到四个percent 新涨出来的生意 它是在哪里 好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都说 Data Center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那这一挂非常好 可是当 疫情的情况之下 当5G出来了 当AI出来 当智能车 智慧工厂 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出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电冰箱 洗衣机 每一个手机 都跟所有的物联网 连在一起 在人工智能 物联网的情况之下 会有多少新的东西 要放出来 再加上COVID-19 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在COVID-19 百业萧条的时候 电子业一直独秀 因为电子业 一直被认为是说 你是Digital Efficiency 跟Entertainment 可是在COVID-19的时候 它变成保护自己的 一个Medical Insurance 你不出去 你就不会得病 当人的生命 跟电子产品 连在一起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的规模 像说远端连结 窄经济 Work from home Learn from home 在这个情形之下 每一个人都愿意 花更多的钱 买电子产品 自己扪心自问 我父亲92岁 这辈子没有买过新的手机 要求买新的手机 给爸爸妈妈 92岁的 小孩子 七岁八岁 以前都是用旧的手机 给他们玩game 因为 要买iPad 这个情形 绝对不是一个 短线的情形 长线 在这个情形之下 会不会有 更新的电子产品 推陈出新 来应付COVID-19 贫富差距 跟我刚刚讲的 所有的原因 跟所有的果 在这个情形之下 台湾的科技业 应该做什么样的布局 去争取 这个多出来的商机 可能跟我们 今天的经验值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简简单单的 20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